提到美感 台中市政府每年都会邀请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前往各国中小进行巡回展出 这一次来自台中教育大学美术系的教授 壮明中 以宝岛漫铺为主题 创作了20幅油画 这天在清水国小盛大展开 细腻的画风也让在场的师生是印象深刻 这个大鱼妈妈小孩回家 小朋友仔细听着导篮解说 了解画作的风格发想 来自台中教育大学美术系教授壮明中 以宝岛漫铺为主题 带来20幅油画创作 这天在清水国小盛大开展 细腻的画风也让在场师生留下深刻印象 壮明中教授他都把色彩跟鱼的景象 还有海中的景象都表现得很生动 今天看完之后很有收获 以后画画的时候也可以尝试把这些 画画的技巧融入到我的画里面 宝岛漫坡主题其实就是描写我们台湾的一个好山好水 或者说从一些美丽的一个景色 才去做一个发想 那这个漫坡当然是一个美好的节奏 或者一个旋律 那我想在主题里面用鱼做一个自我的一个 泥人画的表现方式 所以我就像鱼一样到处悠游互动 将台湾常见的漫波鱼 燕鸥等海洋生物 融入到野龙女王头等景点当中 或是把金纸和武龙武师等民俗特色 生动的呈现在油画当中 在在呼应着主题宝岛漫坡的欢乐感 而未来这些画作也将寻回到台中市 艺术资源较缺乏的国中小学展出 希望借此让美感教育向下扎根 你在欣赏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 不光是欣赏这个画作的本身 你还可以从他的整个人生的故事 才可以去跟他的作品做一个相连结 这样子这幅作品看起来就会更感动人 会在13所学校在我们成 台中市跟山海豚各区都做一个巡回的展览 那也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美感教育 可以落实到我们的小学里面 让这样美感教育向下扎根 即5月初揭开序幕的动画特展后 紧接着登场的宝岛漫播油画展 也将从即日起巡回到11月为止 市府也期望透过艺术导览方式 激发学童对美感艺术的兴趣 谢谢陈伯瀚 台中才不大 台中才不大 感谢您的观看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